生命科学,结构与过程,一二年级 动物 地球上有不同的动物,不同的动物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同一只动物也存在个体差异。 分类 你知道一些家畜吗? 是的,我知道。有兔子、猫和狗。 你认识一些农场动物吗? 是的,我知道。有牛、羊和马。 有些动物有四条腿,有些有两条腿,有些没有。 整理 你能根据动物的腿来分组吗? 是的,我能。 植物 有些植物很大,有些小,有些很小。 整理 你可以根据植物的大小对其进行分组吗? 是的,我能。 是的,我能。 昆虫 有些昆虫对人有益,有些昆虫是有害的。 全部 全部 有些 所有的昆虫有害吗? 不,只有其中一些。 鱼类 大多数鱼都有可呼吸的栽,但废鱼没有。 全部 全部 有些 所有的鱼都用腮呼吸吗? 不,肺鱼不是。 动物婴儿和父母 在许多动物中,父母和后代本身都会采取有助于后代生存的行为。 小鸟想吃东西的时候会吱吱叫。 饥饿的小狗会哭。 识别 这些是什么动物? 它们是小鸟。 母亲与婴儿 动物母亲喂养,安慰并保护婴儿。 观察 狗妈妈在做什么? 它正在喂婴儿。 猫妈妈在做什么? 它正在安慰她的婴儿。 生命的成长 新鸭长成植物 小鸡长成鸡 南海长成男人 观察 这植物在长大时有改变其形态吗? 不,它没有。 这小鸡在长大时有改变体型吗? 是的,它从鸡蛋变成小鸡,然后变成鸡。 这男孩在成长过程中有改变自己的样子吗? 是的,它改变了身材。 动物的结构和功能 鸟用爪子抓,用会保护自己,用翅膀移动到别的地方,用眼睛寻找食物,并用肺吸入空气。 烏龟用爪子抓,用龟壳保护自己,用爪子移动到地方,用眼睛寻找食物,并用肺吸入空气。 浣熊用爪子抓紧并保护自己,用脚移动到地方,用眼睛和鼻子寻找食物,并用肺吸入空气。 鱼用水抓咬,用牙齿保护自己,用其移动到别的地方,用眼睛寻找食物,并用肺吸入空气。 组织 这些动物如何移动到别的地方? 鸟用翅膀,乌龟用鳍,浣熊用脚,鱼用鳍。 这些动物如何保护自己? 鸟用会攻击,用翅膀飞走。 乌龟用龟壳。 浣熊用爪子。 鱼用牙齿咬,用骑游走。 动物的资讯处理 动物以有助于它们生存的行为来回应这些资讯输入。 阅读 一只猫白天感到很热,正在寻找庇护所。 它闻到一只老鼠并开始寻找它。 它听到老鼠的声音并继续寻找它。 它看到老鼠并追赶它。 它抓住老鼠。